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未来还有个中秋变盘 变盘 我觉得在变盘之前筹码结构一定会有异象 有异象的时候筹码结构那变盘那再说 现在没有啊 现在就是说预期如果说520的行情又怎么样 现在有什么行情 现在不就是一个8860上下70点的一个横盘整理吗 有什么行情 大家也不要预期太多 那520之前如果 对不起 如果没有行情的话那520之后是不是要压回 压什么回啊 那你除非磨胎避嫌随位 你大幅的升高嘛 这个大盘指数其实很简单啦 各位今天只有700多亿的量 各位量缩的格局 季线往上这是月线 月线扣底高档 未来还有六天 是属于弯头 你过了六天以后月线开始走洋嘛 你八九五一这一根 4月25号核四冲击 看到苏贞昌跟马英九在那个地方 总统府搞来搞去 就这一天啊 各位啊 有的时候要抒发自己的一个感想 各位你还记得那一天4月25号 看到这两个人在电视上都是直播 全程直播 你看到两个争锋来争锋去的是谁受害啊 股民受害啊 这根本就是牛头不对马嘴 两个人一个缩东一个缩西 就看着大盘指数这样一直落一直落 七八百万的投资人在那一天 就是在被那个叫什么 古时候那个叫什么 一块肉一块肉在那边切啊 回想一下那一天 真是最不好的示范 两党的主席是最不好的示范那一天 4月25号 怎么能选这种政治人物呢 一点概念都没有啊 对不对 我只是回到4月25号那一天 两党的党主席都不够具有政治的智慧 让股民在那个地方被割肉啊 对不对 当天大跌一百七十一点还记得吗 那一天 爆量一千三百亿 从这一天之后 各位这一天的高点是八九五一 八九五一如果站上就是挑战性高 割肉的那一天是好不容易是过去了 好不容易过去你认为这两个人未来还有什么机会呢 一个等卸任 一个你看任他他会有这机会吗 从小处就看大处了没有智慧的人是 是不能给他大卫做的啦各位 选股也是智慧啊 我不代表就是说 我有选股的智慧 但是不代表我每一次选股都一定对 但是我相信我所选的股票 十档股票里面 至少有六档以上绝对是OK 绝对是破断的 TPK五月五号过高来到二十二 当时四月十号 四月十四号切进去买进 之后压回来 就昨天啊 来到二一一点五是不是回撤颈线 过高之后回撤颈线 我跟各位谈再度起工的买点 心情好不好啊 没什么好啊 我心里在想我恐慌是团队成员242 240附近为什么不卖一趟 回到锦县这个地方占买 那我就一百分了 可是我做不到一百分了 我做不到一百分 我也想做一百分 我想做神的工作 我不是传教士 我想做神的工作做不到 压回来 但是压回来我告诉各位 从产业深度来看的话 3673的TPK 未来 未来有产业深度的支撑 它未来会有股价的表现 今天高点来到225 TPK我持续看好 对它的产业深度我始终没有办法没有改变 从F再生1337看到了就是说市场上有耳鱼针对F系列他们都做假账 造成了TPK在这段过程里面来到242的高点之后的压回 那当然对加权指数在这一波实际上它也在做横盘整理的格局呢有决定性的影响 所以说相关的个股呢 FTPK哪怕指数没有过高它过高242但是它毕竟也压回 那压回来就是做多啊 仅限212 说过啦 那董老师这个技术面一定有成吗各位 我已经跟各位谈了 请你告诉我 未来TPK的盈益率会低于1.09或低于0.44%吗 0.44%去年第四季的盈益率 今年第一季的盈益率1.09 会低于吗 如果不会低于的话代表它股 产业已经谷底开始翻扬了 你欧非光再厉害 中国大陆不会永远补助你啊 中国大陆因为补助你 所以让你的成本 所有所有 你这个部分的量 你这个贴合良率这么烂 你还可以打低价 你所有的亏损 这就集权政治在那个地方做补助 当然集权的国家最有效率 我们必须要承认 但是它也不是永远的无底洞 让你这样一直补助你啊 到年终就结束了 年终结束以后咧 欧非光 要去哪里欧非光 那TPK呢 还给它一个公道嘛 它本来就全球最好的良率 后段贴合最好的良率啊 不仅如此 原来的口字贴未来是全贴合 全贴合更需要更好的良率啊 不是吗 还有你说它最新的产品 银线奈米触控 银线奈米触控 它是专门适合弯曲型这个部分 这部分的出货就是穿戴装置啊 这部分的单价高 这部分的毛利率高 所以说请你告诉我 当中国大陆 补助欧非光告一段落的同时 所有所有在触控这个部分的 回归基本面之后 已经不具有再有砍价来争取订单的情况之下 你认为TPK第二季的盈役率 第三季的盈役率 还有所谓的第三季的穿戴装置的出货 第四季 你告诉我TPK它的盈役率 还会低于1.09% 或低于0.44% 它不会嘛 就是给它一段时间嘛 它震盪的时候就要忍耐嘛 要有信心嘛 这段时间TPK 它每天都还是有利空啊 利空就是各位的买点 看股票不要看那么短 我也希望能够做到神啊 神的操作 可是没办法 我只能告诉各位TPK我持续看好 我的目标价没有改变 这个地方 至少它先印证了昨天回彻景线 收缴 今天再过高 今天再涨 滑通 指数没有过高 五月六号过高 二十一块七毛五 一二三四五六 连跌六天 回撤景线十九块三 再度起功买跌 一样上来 而孔老师这跌升反弹 那叫那叫拼 产业深度看谁了解啦 TPK我跟各位谈过的 二三一三的滑通 二三一三的滑通很简单 它四月份的营收什么 多于二十六点六亿 我本来的预估是二七点二亿 最重要它的出货产品优化 在HDI Any layer HDI High density 这些的卡板上面 高密度板上面 它出货的数量更多 毛利率是增加的 毛利率是增加的 对产业深度来看的话 不管是TPK 不管是华通 我认为他们未来的股价波段 都还有更高的机会 只是大盘指数 现在限于这个地方 八八六零上下七十点的横盘整理 二三一三滑通看法没有改变 跟TPK一样 二六六 四一八零的安城要 一路攻到三一六 压回来 到警线二八六 到警线二八六 我也没有做到一百分 公老师 你三一五卖一趟 回头讲三一五卖一趟 那是对的 那是事后诸葛 讲那种话的有什么了不起 问题你在三一五 是不是真的有卖一趟 你看到三一五 当然希望看到三二零 可是他偏偏来三一六 他就回了 回到警线二八六 没办法 就面对他吧 如果产业深度 他这个地方是持续看好 所有对他告诉清权的公司 他们都撤销掉 对四一八零的安城要 他的新要 未来 能够提早上市 这个部分具有绝对 因为这是第四类 绝对有最高的竞争优势 就是报老吧 昨天回这警线 二八六 今天也上来了 我不认为这是跌升反弹 大盘指数 还有六个交易日 月线扣抵高档 还要再下弯 但是六个交易日之后 月线开始走秧 到那个时候 已经也逼近五月磨台要结算 会怎么走 大家拭目以待 我跟各位谈这三档股票 都是过高之后 他们又回撤警线 不管TPK 不管华通 不管安城要 但是我现在在这边告诉各位 昨天回撤警线 我认为都是很好的绝佳买点 第一季 财报全部都公布了 今天五月十五号 MSEI也公布了 我们这边的权重稍微做调降 在这一段时间 大盘8860上下七十点的一个整理的格局 我跟各位谈的 不管是安城要 华通TPK 他们也陷入所谓过高之后的押回整理 甚至于到昨天回撤警线 那我持续看好没有改变 就等待给 押回来的时候要有信心 产业深度改变了没有 既然产业深度没有改变的话 那纯粹就是一个股价的一个调整 股价调整 你就是必须要等待 他回撤警线的买点 后续呢 未来呢 给他一点时间等他过高 就这么简单 信心跟时间 你有了 当然他 Base on 哪里 基础建设 建立在所谓的产业深度 大盘指数横盘整理的这一段 过程里面 我也很骄傲的说 我带着团队成员 我们找到了817的天宇这一档股票 大盘指数横盘 天宇4月29号 我们出手买进24块 5月6号 25块加码买进 一路供 供到30块半 现在 当时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4月29号跟各位谈的 第一季将转会为瘾 今天第一季季报公布了 有没有转会为瘾 有吧 五毛六 第一季获利五毛六 五毛六 不多 各位你去看一下 他去年第四季 跟去年同期的第一季 今年第一季赚了五毛六 去年第四季是负零点四三元 去年第一季同期是负零点二五元 全部都是负的 现在变零点五六 正的零点五六 各位 领先产业深度就是获利的保障 第一季将转会为瘾 4月29号 我跟各位谈的时间是什么地方 这一天 就是见低点21块7的第二天 二十四块出手买进 二十五块加码 这一档个股 我们操作了两趟价差获利 二十趟获利 八趟获利 另外波断单二十七趟 合起来 十个交易日五十五趟获利 这是我的绩效 我摆得出来的绩效 当然比TPK 比安城要 比华通要好 如果过去那三档股票TPK 华通跟安城要的话 我能制造在过高的那段时间 我们卖掉 卖掉昨天我们把鸭魂买进 噢神 再配合天宇八一七的天宇 我就是神啊 那我告诉各位七八百万的投资朋友们 全部会来找我 可是哪有什么神呢 对不对 只能说诚信专业绩效 我是要带给大家 那我会努力 在我相关的选股上面 在相关的选股上面 我再强调一遍 领先产业趋势 就是获利的保障 你要成为更有钱的人 就是你总是比别人早一步 就如同八一七一的天宇 大盘指数横盘整理八一七一过高 二十四块 我们的破断买单 二十五块的加码单 他供到三十块半 今天你看到他第一季转贵为盈 赚了五毛六 你果然看到 所以说你领先产业趋势 掌握到第一手资讯 你就能够成为更有钱的人 这是必须你要有的基础啊 你凡事都从报纸上看 你凡事都道听途说 你怎么可能买到真的具有产业深度 比较早的那一块时间的一个机会点去买进呢 我买进天宇的时候没有人要买啊 没有人要买 结果现在每个人要进去买 看到第一季转五毛六 对不起 这一定利多是事先反应 等到五毛六公布了之后 他的股价一定短线先押回 这是投资股市里面 面对股价的一个变化里面 你是必须要有的智慧 他一定是事先反应嘛 然后利多开始短线出境嘛 但是天宇我仍然看好 押回来 还记得吗 我的加码单现在手上没有了 我随时会买乎我的加码单 10个交易日里面赚55个percent 那同样的领先产业趋势 就是获利的保障 各位 2014年获利大幅成长的一档股票 看这边 2014年第一季EPS 0.7元 去年全年只有0.47元 0.7元 今年我认为有机会赚到2块半 那这都是预估当时5月7号跟各位谈的 这档股票是谁啊 2359的所罗门 各位 昨天有没有 这几天都在仅限21块6毛5这个地方 那你今天公布季报了 所罗门第一季赚多少 所罗门第一季赚多少 当时我跟各位估0.7元 这时候还没有公还没有公布季报吗 0.7元 结果所罗门季报多少 0.69元 差0.01 也就是所罗门 他真正第一季是0.69元 那你告诉我 今年如果 他整体上面数据差异不大 赚个2块半 他去年赚4毛7 你告诉我 他今年的股价 就结束了吗 哈 2359的所罗门今年 就没搞头他结束了吗 你回头去看他的EPS成长多少 去年赚4毛7 他今年第一季就赚赚去年全年4毛7 0.69就赚赚去年4毛7 不仅如此 他今年赚2块半 他是4毛7的几倍啊 2359的所罗门要持续 好好地把握他的机会 各位波段获利 才是你能够成为更有钱的人的机会 另外还有一档新的个股 我们先留待下个阶段 再给投资朋友介绍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 那我们先回来 咱们先回来 0800 017 017 赠送有国家认证的试用包哦 5月报税好轻松 购物消费使用载具 索取电子发票 让您轻松中大奖 你有长期胃痛 未时报逆流的困扰吗 快打免费咨询针线 0800 017 017 赠送有国家认证的试用包哦 5月报 awfully 3万收藏 闪耀奔驰 净化未来 Honda Civic 全新登场 Way 我要外 Billboard 我要尝 我要砍 不用說話也能叫外送 麥當勞網路歡樂送 網路訂餐一直搞定 麥當勞歡樂送 放下吃 放下吃 放下進ру 放下氣 欢迎再来回到股市盛手 这个大盘里头呢 目前要哪些 这个股市集中在电子股身上吗 能够把这个股包得牢牢的 好 今天介绍一档新的股票 我们来做一个推导 我们看到现在行动装置越来越多 有智慧手机跟平板电脑 那我们经常在行动装置上面 我们会看一些跟影音有关系的资讯 不管你看电影也好 不管你分享所谓相关的动态的资料也好 或者是相片 这些影音的资讯 等于是说 它的资讯量越来越大 当资讯量越来越大的时候 我必须 如果是我是一家公司的话 我必须做所谓的升级的动作 如果我不购置新的设备 那最起码我要有升级的动作 不管是你的设备做升级的动作 或者是你重新购买更好的设备 它都是一个解决的方式 那到目前为止 这样子的结构看起来是不是对的呢 那当然是对的 为什么 我们从有一家公司 我们可以特别的已经确认到 这家公司叫思科 美股的Sysco 这家思科 我们可以留意 它过去这一季的财报 是高于预期的 我们可以请导播 把Sysco的K线可以带出来 对 整体的一个K线形态 它仍然是维持多头准备 上工的一个走势 那么建立在它过去一季 它的一个财报 高于预期 所以说 我们都知道Sysco 它的Major Account 出货的对象 都是所谓大企业 当大企业因为所谓的资讯流量太多 而需要做本身网路设备的升级 而他们就必须向Sysco 来购买相关的网路设备 好 请导播回答 对 那这时候我们就想到 哦 那网路设备 很好 再加上四季的题材 哇 那这些网路设备 有搞头 可是我们回头去看 现在我一一的点名 这些个股 我不是说他们不好 而是从现行来看 他们为什么会走成这样 三一六三的波若薇 我们现在请导播全部都上 最近三个月的 K线形态 三一六三的波若薇 各位 破底的格局哦 三三八零的明太 破底的格局哦 三四五零的联军 也是破颈线 到目前为止 做跌升反弹 三四九一的森达科 惨了 几乎破了年线 三五九六的致翼 各位 四九七九的华星光 你现在都看到了 这些个股的K线形态 五三八八的中壘 还近期创新地 好 各位 你明明Sysco在过去的一季 因为企业要做升级 来消化他们的一个 因为行动设备 所需要的资讯量 而做出升级 所以说你有买网路设备 像Sysco 而Sysco 也因为这么好的机会 在过去的一季 他的财报 是优于预期的 那为什么台北股市 这些网路股走成这样 为什么 那他们跟Sysco 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 那如果说Sysco 他真正有所谓的 他过去的财报 又预期 而他跟我们台北股市 有一家公司 他是网路股 是有一个很大的订单 Big Order 来跟他下订单的 各位 刚刚以上的这些网路股 一档都没有 我现在跟各位谈一档新的网路股 各位 请导播上一下 请导播上一下 8048得胜的K线 好 各位 你现在看到的是8048的得胜 他今天几乎开始要过高 三十六块半 他用跳空的方式 站在所有均线之上 我现在第一个问题 我要请教全国的投资朋友们 我刚刚讲了这么多的网路股 为什么 都没有像得胜这样子的K线 而得胜 他却是最强的一档网路股 现在各位 应该要知道答案 因为Sysco 有大单 像8048的得胜 下单 你现在知道8048的得胜 为什么强于刚刚我跟各位谈的 波若威明泰联军 森达科 智义 华新光 钟磊 他全部要强于他们的K线 重点在这个地方 所以说 我要跟各位谈的 产业 你掌握 你事先领先 相关的产业趋势 你才有办法成为更有钱的人 我说过 近期我在做布局 除了8171的天宇之外 我说有一档新的个股 这一档股票 就是 得胜 8048的得胜 各位 你现在看到了 他几乎要挑战前高 因为 接获斯科的大单 另外第二季 又进入他的旺季 各位 我要跟各位表达的是这个观念 很多事情 在面对股市里面 操作绩效 可能没有办法做到神的百分之百 但是我相信我的选股 由成业深度 我会选到很好的股票 我相信 诚信 专业 还有带给我团队成员的波段暴力 它是我未来要走的路 而且我一直也不断的 有时间都能够做到 当然在这一段过程里面 既然是一个波段 你必须要有信心 你也必须要给他时间 这个过程里面 他都一直在考验 投资人的 人类的弱点 也希望投资朋友们 好好把握 近期还没有在网上功课 8951挑战新高之前 相关的个股都能够做好 很好的布局 那今天时间原因 3653的建策 我只能说 筹码结构 慢慢的是有利于多头 希望全国投资朋友 都能够好好把握 未来的机会 任何一通电话 会尽全力的帮助各位 好 今天这个宽老师 特别提出了新的个股市 落在了得胜了 后续怎么来进行 产业面的这个变化分析 请锁定明天节目 我是维侣感谢收看 我们讲会